杂病第26 这一篇所述的几个病关联不大 所以叫杂病 内容多 不系统 其中对一些常见的病和症状论述的很详细 治疗也明确 绝加疾而痛折 至顶 头沉沉燃 目 燃 腰脊墙 取足太阳国征血落 一开始论述的是绝病 几种绝的情况 绝就是经济溺乱的情况 绝加疾而痛折 至顶 第一个 加疾而头痛至顶的 是寻太阳经的走向的 头沉沉燃 目 燃 腰脊墙 取足太阳国中血落 这是足太阳膀胱经病的表现 治疗上很明确 取足太阳国中血落 就是次落的方法 媒体伪中 伪阳 只提了个国中 实际上 我们在治疗中 常常不是照着那个国横文的终点来取血 而是以时而必见为准 在国中周围上下取血 是之不见 求之上下 这就是为什么不明确的以学未来论述的道理 这样更合于实际 绝胸满面肿 唇落落然 抱严难 甚则不能言 取足阳明 绝胸满面肿 唇落落然 第二个 落落 水圣的意思 所以面肿 唇也肿 抱严难 甚则不能言 取足阳明 阳明过面 总是圣 取阳明的什么地方 这里没讲 经落所过 是其圣者而谢之 在阳明上 在足背上有症状的都可以取 绝气走猴而不能言 手足轻 大便不利 取足少阴 第三个 前面是抱严难 这个是不能言 前面那个是面肿 这个是手足轻 大便不利 这个轻是相对于温来说的 是手足粮 手足粮而见猴不不利的从少阴来取 少阴怎么取 是补还是谢 是真还是酒 我常用的是带酒法 取太息 用温酒法 慢性咽炎 慢性喉炎 慢性的咽喉炎 四肢冰冷 怕冷的病人 多是听信一些错误的饮食观念 如吃水果吃凉了 对这些常常温酒哨音 绝而负相向然 多寒气 腹中鼓鼓 脸馊难 取足太阴 绝而负相向然 向向然像是指长明 多寒气 腹中鼓鼓 脸馊难 取足太阴 脸馊难是有变异 灵侧又解不下来 包括尿珠流或便秘 但不完全相同 相当于不利 腹中有寒气的属于太阴 喉中有症状的那属于哨音 面上肿的属于阳明 向背墙的属于太阳 结合经脉篇来说 各个经的崛气的不同表现 经落所过 令之所生 取以调之 通过论述觉得这四个表现 提示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经脉为病 忠于始终 经脉篇和中始篇讲的就是这个内容 把那两篇完全学好了 这部分也就很好理解了 从不同的侧面来论述治病方法 一个是经脉能出现多种病 再就是一个病有多种的治法 多种治法上合于哪个经的治哪个 这是从不同的侧面来论述的 爱肝 口中热如胶 取足少阴 前面提到了喉不能言 手足轻 取足少阴 伤寒论少阴的猪肤汤 甘草汤 甘草结梗汤症 也是这个情况 是一致的 从灵书结合到伤寒论上的方 对一个病的病机就能更加了解了 吸中痛 取毒鼻 以原力针 发而兼之 针大如毛 刺膝无疑 吸中痛 这个病是常见的 老年的病骨软化 关节退行性变 风湿性关节炎 骨质增生 骨刺 老损性的关节炎 包括病人带炎 病下脂肪电炎 以及各种解剖部位命名的炎症 都可以表现为吸中痛 吸关节内部的疼痛 或关节及周围的疼痛 取毒鼻 以原力针 发而兼之 针大如毛 刺膝无疑 用大针间歇性的刺 有的人说反复刺 隔一会儿再刺 有的人说不是一次刺好的 要多刺几次 一般这个尖刺像那个剑座一样 只隔一段时间刺 特别提到 针大如毛 刺膝无疑 刺膝关节的针要大一点 这地方的筋是比较结实的 这里提到了一个针具大小的问题 从金金片看 金的并用火针刺就好了 凡针刺其壁 西中 是说和两侧的 心外的不一样 应该是有别于西外 西旁 这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问题 猴臂不能言 取足扬名 能言 取手扬名 第四个 前面提到了不能言 甚则不能言 取足扬名 这里提到了不能言 取足扬名能言 取手扬名 前面还提到了 绝气走猴而不能言 手足轻 大便不利 取足扬名 爱干的时候取足扬名 这里又提到了猴臂 从能言 不能言来区别 不能言是更重的 重的取足 取足是直接从下面上来的 上下通彻的 足扬名多气多血 手扬名是在上的 相对来说前表一些 从手足阴阳分别而取 有个深浅轻重的问题 要不可 兼日而坐 取足扬名 可而日坐 取手扬名 第五个 这个病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在非洲和一定的区域内还有流行 素问专门有篇章论着一个病 从这里看 取手足的方法是根据发作时间的长短来分的 齿痛 不饿轻饮 取足扬名 饿轻饮 取手扬名 第六个 这是个常见病 牙痛 喝凉水没关系的取足扬名 一般取齐颈 行 力对 内停是止痛的 这是齿 骨从齐东来治 取手扬名和骨学常常很有效 饿轻饮 就是一盒冷水马上像过敏一样疼痛 前面提到齿痛 取齿痛取鼻旁 取齐拳下面 是从不同方面论述的 而这只是变手足扬名的 扬名经过齿 这样治牙痛的时候就不会光从和骨学来治了 虽然面口和骨收和骨专治牙痛 假如说这了无效 就得细分一分 看他怕不怕冷水 龙儿不痛者 取足绍扬 龙儿痛者 取手扬名 第七个 这个龙也分两个方面 龙儿痛和龙儿不痛 无痛的取足绍扬 绍扬是过耳的 痛的取手扬名 守扬名过面 这里为什么没提到足扬名呢 从绍扬和扬名来说 守扬名比守绍扬扬气更胜 看轻重取不同的经 这就是对每一个病伴随症状的详细鉴别 看伴随症状的有无 轻重决定如何取不同的经 或从上从下 从手从足 从阳气多少来取 虐儿不止 胚血流 取足太阳 胚血 取手太阳 不宜 刺完骨下 不宜 刺国中出血 虐儿不止 还血流 取足太阳 第八个 足太阳是国内字的 胚血就指的凝血 坏血 还血 取手太阳 手太阳小肠 心主血脉 表里而论 不宜 刺完骨下 顽骨 就是万骨 是守太阳寻行所过 不宜 刺国中出血 再取足太阳 从太阳来止血 前面提到 女儿不止 胚血流 这个是出血状态 虽然是胚血 但它是流着的 后面单纯胚血 是程度差一些 只是有血块 前面说取手足太阳 具体是什么血位 没有指出来 后面说 不宜 刺完骨下 不宜 刺国中出血 那就照手足太阳 从这两个血位来刺就行了 刺尾中止血的少 现在临床一般是先用云南白药塞鼻就行了 腰痛 痛上寒 取足太阳扬名 痛上热 取足绝音 不可以抚养 取足绍阳 中热而喘 取足绍阴 国中血落 第九个 腰痛一般提到取足太阳 而这里讲到 腰痛 痛上寒 取足太阳扬名 腰痛的部位上寒 有寒症取太阳 扬名 阳热不达 阴寒内聚 痛上热 取足绝音 不可以抚养 取足绍阳 热从足绝音取 直到分寒热 分动作来治这个病 腹也不行 阳也不行 足绍阳 有个环跳学经过壁 经过两斜 可考虑从这里取 所以要看到这三种情况的分别 不只有一般情况 还有特殊情况 假如说直取伪中学和太阳精制的不好的时候 要考虑取得精是否不对 是否还有别的原因 我一般取太阳 督脉的时候比较多一些 取绝音 绍阳的时候比较少一些 阳明用的也不多 中热而喘 取足绍阳 国中血落 第十个 取肾经或取国中血落 绍阳和太阳在国中是相合的 中热是胸 阁 负着快的反热加上喘 可以取伪中 这是绍阳的病 一说到中热就会想着是否属于阳明呢 一说到喘就会想着是否属于守太阴肺呢 在这里没提 因为绍阳是经过胸阁 患到喉咙的 同一篇中 根据不同的伴随症状 对一个病有详细 反复的论述 有的病在不同的篇章中用不同的方法治疗 在同一篇中要前后对比 在各篇之中要看是从哪个方面来论述的 综合的看 对这一个病论述的多了 就知道怎么分别了 当然现在有方便的检索方法 可以就一个病 在灵书中找出所有的制法和条文 做一个对比 这是一个研究的方法 众方者 众人之方也 论述杂病可杂取比较以求的效果 喜怒而不欲食 盐一小 刺足太阴 怒而多盐 刺足少阳 第十一个 不欲食是太阴病的症状 伤寒论中也提到腹满 食痛 不欲饮食 喜怒 照素问上的五行生客来说 就是土若木盛 现在教官克皮 说话声音小事不足的现象 从阴来治 多盐的 在外的 发怒的从足少阳来治 这是分阴阳 分太少的一个方法 怒而多盐 脸红脖子粗 脖子胀得慌 现在叫肝胆火胜 细分的话 肝是肝 胆是胆 这里是从阳来治 不从绝阴治 这两个放在一起都是怒 然后从化的多少 声音的大小 是否伴随食欲不振 看看是在阴还是在阳 是在太还是在少 这就是辩证 细致地分辨每一个具体的症状和夹杂症状 决定病之所在 仅查阴阳所在而调之 以平为气 首先得查其所在 痛 刺手阳明语 知胜买出血 第十二个 下河痛 下河上甲车血有大的动脉 刺这里出血 刺手阳明 马是解释是伤阳学 现在常用且有效的是和谷学 而照内经本身的格式 应该是在守阳明经上看到的 圣罗都可以刺 邪在于圣罗 献于外 顺着走下来看 哪怕驱斥也好 它周围也好 有圣脉的都可以刺 而伤阳和河谷在梢上容易看到 离骨头最近 就像冬天山寒水兽 容易看到地上的石头一样 下一个就是局部的动脉放血 相痛不可抚养 刺足太阳 不可以顾 刺手太阳也 相痛不可抚养 刺足太阳 比13个 足太阳膀胱经是佳象 佳几下行的 低头仰头都不行的 这个病常见于由长期浮按工作导致的向人代言 刺足太阳 一个是用局部的治疗 再经上刺 再一个是用远道刺 我常用的是昆仑 不可以顾 刺手太阳也 看经浪所过 哪个经上出了病 就从哪个经上刺 不可以顾就是不能回头的 向两侧或向一侧不能回头 这个也常见 刺手太阳万古 太西都可以 在如烙枕 及西医学说的凶索乳突击的急性炎症 阳鸣 少阳 太阳的表现都有 有时候一条肌肉的发炎带着周围一片都发炎 我常取中竹 守少阳三胶经的穴位 典型的烙枕是在侧面 头歪到一边去 是不可以顾还是不可以抚养 这个要分清楚 颈向周围肌肉的急性炎症 在现代临床上都称为烙枕 而烙枕的枕断比经脉的枕断要龙统 不能说烙枕了针刺哪里 现在有个烙枕穴 在手背上 也是一个经络所过的地方 结合上手背的全息 再相当于脖子那地方行针就行 后来点缺神鹰针九玉龙 经对这个病的治疗是 头痛向强难回顾 先取成江后丰斧 这是包括向强和难回顾的 取的是都脉 向强和难回顾不分经络 作为一个部位 龙统来论述 刺成江丰斧有效 我也常常用 所以可以看出对一个病治疗的历史变迁 只要有效是后来的野形 现代临床传承有效的野形 都可以取用 而假如说现在临床 洗用的办法不行的时候 要知道还有经典的刺法 这个经典刺法没有说一个具体学位 但是教你一个方法 就是仔细地分辨这个疼痛 引起功能障碍的具体部位 到底是在足太阳还是在守太阳 还是在少阳 阳明 这样细致治疗效果会不同 所以说若风吹浮云 不是夸大 是对病是衰退的一个准确描述 好多急性病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 假如说针刺止哮喘 如果一针没有肾上腺素的奇效快 那自然会被取代 后面会提到振癌的词法 说明在缓解急性病发作时 要有快速的效果 小腹满大 上走位 至心 息息深时寒热 小便不利 取足绝阴 第十四 论腹满 分了三个情况 小腹在最下面 从足绝阴来治的 绝阴经在里面是上走位新的 而身时寒热 邪肠满痛是偏外的 一般从少阳来论 兼有内外诸正 正在经脉所过的部位 干经末阴起 能导致小便不利 从中 从内 从绝阴治 腹满 大便不利 腹大 意上走胸爱 喘息呵呵然 取足绍阴 足绍阴走胸爱 咽喉不利 爱甘如胶都取少阴 这是和绝阴复满的鉴别 这里不只是如绝阴的小腹满 而是全腹满 腹满失不化 腹向向然 不能大便 取足太阴 这实际上是讲的三阴复满的 鉴别诊断和治疗 失不化的取太阴 这都是些刚领性的内容 见到典型的症状 那就不至于说 脾肾阳虚 肝胃不和 肝气饭皮等等 这样的不叫辩症 是不能分辨 对腹满的各种相似情况的鉴别就是辩症鉴别 典型的指针就像画龙点睛的精一样 一有了这个症状 静永无疑 腹满有寒热的 直接从绝阴经上治就行了 一看大便不太好 消化不好 肚子有肠鸣 脾经是落肠的 直接从皮治就行 这样治针对性就强得多 那也有人说三鹰都是连着的 都差不多 都从肚子里过 都是循环的 从哪个环节之都行 那是纯粹理论的推想 不可靠 要是照这个理论来说的话 开放药也行 任何一脏的并从任何其他一脏来吃都行 靠五行生克 治了以后慢慢传过去吧 实际不是这样 这个理论不是你想象的那个用法 理论解释一理的时候 要有治病的根据 就如天道四十阴阳的自然 那才是真的 也是明白可见的 是具体到可以在临床应用的层面上说的 后来自己想象出来的都是不可靠的 没有经典依据 没有历代的依案依据 没有现代的临床依据 更没有实验的证据 凡这样的东西都属于个人的妄想 用真用药是一个道理 要避免这种情况 心痛引邀疾 欲偶 取毒哨音 心痛 腹胀 瑟瑟然 大便不利 取足太阴 心痛 引背不得息 刺足少阴 不宜 取手少阳 心痛引小腹满 上下无常处 便搜难 刺足绝阴 心痛 但短气不足以息 刺手太阴 心痛 当久劫次之 暗以次 暗之利益 不宜 上下求之 得之利益 心痛引邀疾 欲偶 取足少阴 第十五个 论了六种心痛的情况 少阴经内在所过 引邀己欲偶 心痛 腹胀 色色然 大便不利 取足太阴 对大便不利 少阴 太阴都可以取 这个心痛 是否指胸中痛 从伴随症来看 不像 心痛更像是胃婉痛 心下痛 心痛 引背不得息 刺足少阴 牵涉性痛 带着后背痛的 也是刺足少阴 引背不得息 就像是胸中的症状了 不宜 取手少阳 这个也是病人叙述的一个症状 分不清是少阴还是少阳 用这个支不行的时候再还另一个 这等于是诊断性治疗 实验性治疗 心痛引小腹满 上下无常处 便搜难 刺足绝阴 看着引小腹满半有便搜难的 这是绝阴所过处的病 痛引着小腹这样的症状 在现代临床上常常是胆脚痛 胆食症 宁尿系的节食能引起的情况 遇大小便的时候解不了 放射性痛常常是很严重的脚痛 心脏本身的心痛 心脚痛能不能引起这个情况来 我还没见过 但是胃溃疡或者是胆 泌尿系节食脚痛能引起这套表现来 临床可见 心痛 但短气不足以息 刺手太阴 这个痛就像是心脏的痛 有的时候心脏的疼痛能放射到上腹部 而胃和食管的疼痛 有时候也能在胸骨后有压榨性疼痛 所以抛开现代的病生理的基础 单纯从症状来分的话 这个心痛不好具体对应西医学的哪一个病 我们知道是表现在心胸这个地方的痛就行了 病人叙述的只是症状 病人的判断肯定只是感觉 问他哪儿痛就行了 有短气不足以息的 胸膜炎疼痛能引起短气不足以息来 呼吸深了就疼痛 痛得上气不接下气 但不好讲就是心痛 典型的心脚痛也是这样 胃的脚痛静暖也能痛到大气不甘传 胸隔一瞪就痛 对这个刺手太阴什么地方 照前面讲过的刺法的总原则刺就行 心痛当九节刺之 按以刺 按之利益 不宜 上下求之 得之利益 第九节是甘树 刺甘树或其同水平的节间 一次应该马上就好 刺了不好的 上下找找 再按了以后马上不痛的地方再刺 就是在第九节周围 无论哪个学的地方 所以有人说 现在针灸的学位不是过去那个学位了 不准了 那过去那个学位在哪呢 学在自己找 有了图谱不代表临床真正可见 反复提示这个意思 视而见之 暗而得之 得找到真的才算是 单纯依据理论找是不行的 痛 刺足扬明曲周动脉 见血 利益 不宜 暗人盈于精 利益 第十六个 这个 痛和第十二个那个 痛 有的人说是合痛 有的人解释为下巴克痛 有的人解释为耳下驱骨痛 还有的版本写成甲痛 笼统讲是甲车骨这一片 和前面第十二个也有重复的 那个是刺手扬明语 只剩脉出血 这个是刺足扬明曲周动脉 曲周动脉是耳下一拐弯的地方 有一个甲车动脉 甲车鞋附近能摸得到 刺的时候不一定是刺到动脉出血 在这个动脉搏动的地方看到有剩脉的时候 刺出血了就行了 从字面上看好像刺了不好的话 按着人形就好了 有的解释是按着人形的动脉搏动 从旁边针就好了 这个解释也是通的 单纯按动脉能不能好 这个方法现在不太用 针就甲以精 按精 刺人形 利益 这就和说的按动脉搏动不直接刺动脉上有关系了 人营脉很大 刺上的话很危险 压力很高 能够血喷出来 可刺人营血 寸口脉比这小得多 动脉取血的时候 注射体一插进去 看着就搏动 所以刺这些地方的时候要按住它拨到一边去 包括刺太原等有动脉搏动的地方 都要按住拨到一边去 避免直刺 而在现代动脉穿刺要抽动脉血的时候 直着刺上去 有时候压力很高 弹到一边 就此不准 骨动脉抽血以后还要用个沙包压着夹压 防止拿开以后形成皮下的血肿 这说的是刺人营的方法 气腻 上次阴中献折 与下胸动脉 第十七个 逆气冲上都称为气腻 咳嗽 胸闷 气喘这些都应该算是气腻的病 惊愧要略中的火逆上气 大逆上气 可逆上气都算是冲逆之气 逆上之病 阴中胸旁为阴 足阳明经那个阴窗学 费经的云门学 中辅学 都属于载阴 下胸动脉 有的人说是单中学 摸摸单中学 是没有动脉 针灸甲以经中是写下动脉 版本不同 说法不是很明确 临床除了刺阴中以外 还有刺胸部或胸斜部 或是在胸的上下找一场搏动的动脉来刺就行了 从字意上来理解 能提供的参考就只能是这样 里面的病厉害了 外面有的小的落脉能看出搏动来 斜下也好 胸中也好 胸下也好 仔细看看 成了就用歇法刺 腹痛 刺期左右动脉 以刺暗支 立 不已 刺期间 以刺暗支 立 腹痛 刺期左右动脉 以刺暗支 立 第十八个 腹痛是个常见的病种 急性的 慢性的 感冒头痛 肚子痛 无法是刺了暗支 刺了以后去了邪气 再揉揉肚子散开 也是个办法 其左右有动脉吗 好多人解释说其左右没有动脉 那是直接刺到动脉上去怕出血再暗吗 不可能 但说没有动脉是不对的 从其不使进一暗 都有搏动 是腹主动脉的搏动传导过来的 腹主动脉很粗 搏动很大 经过腹膜 肌肉传导到周围都会有搏动 所以说刺期左右动脉就是仅靠着其两旁来刺 其旁是天书学 其中旁开二寸 而天书学是大肠的墓穴 所以一切肠病的腹痛刺天书 所以其旁动 其周动 动得最大的是在正中间 胸下动脉 胸使劲一按 胃腕也能动 心下也能动 没说怎么刺 实际上现在对于急性痛的治疗 点刺放血是很好的办法 对慢性的腹痛用豪针流针刺也能有效 痛起来的时候除了看着其周的动脉以外 再摸一摸其部周围的硬结 刺硬结效果更好 民间的办法是挤红点 挤出雨血来 满肚子一捏挤 也能好 在其周拔惯的我没见过 经产妇 老年妇女腹部松弛一般不拔惯 有引起其善的危险 不宜 刺期接 以刺暗支 利益 如果治不好就刺期接穴 就起冲穴 再加其相聚四寸 腹骨勾搏动的动脉上一寸 脾胃的精在折合起来 未经一个分支也是从这分出来的 也是足阳明未经的穴 这个穴我用的不多 一般针天书或足三里就好了 有时候痛的不是很严重 一针足三里就好了 在不行的时候从其周刺 对小孩急的时候只刺肚子也行 对寒冷性腹痛 吃两东西肚子痛这应该是最好的办法 再就是喝姜汤红糖水 西医可用阿脱品 用了会口干 有时候有胃肠发胀的感觉或脸红 皮肤干燥 瞳孔散大 可用654-2 片剂或针剂 这是缓解胃肠静磷的方法 蓝尾炎其旁一个大包块 一针缓解静磷 肿一消 也可马上缓解静磷 中医对脊肤症 包括脊肤症的腹痛的急救 都可以先用针灸然后再配合上通腐的药 伪觉 为四磨数碗 乃及解之 日二 不忍者 时日而之 无休 并已之 第十九个 伪是四肢肌肉萎缩的病 绝是四肢逆冷或气的逆乱 这里看更像是四肢的萎缩和逆冷 内经有伪论有绝论 这里伪觉一起说 是指伪病和绝病 或者是这一类的病所共有的一些症状 凡是四肢居乱烦闷的 像现在的不安腿综合症 或者是动脉硬化血管壁色症的早期 或者是静脉类的病 或者是末梢神经的炎症 像糖尿病的坏区早期 皮肤的神经感觉障碍 或者是末梢微循环障碍导致的怕冷 或者是腰脊部的神经障碍引起来的萎缩 或者是外伤以后引起的末梢神经损坏等等 西医学诊断的这些病都可能有类似的情况 见四肢属蛮的要快指 一天刺两次 多长时间能好 如果有皮肤麻木不仁 有感觉障碍了 不那么灵敏的 一天刺两次 起码得刺十天 时日而知 这应该是有所改变 能够绝出改善来 无休 并遗止 连续次 不要停止 一直到病好才算完 碎以草刺鼻 剃 剃而已 无稀 耳其应引之 利 大精之 亦可以 第二十个 碎 马氏认为是个藏字 有的版本作会 就是现在叫的恶逆 会就是打嗝 恶逆 突然打个喷嚏 能一下子缓解了 怎么让它剃呢 用草刺激鼻子 打个喷嚏 马上能好 无稀 憋着气不要喘气 也是民间用的办法 打精之 亦可以 突然惊吓一下子也能好 哦 会 吐 是不同的 我知打嗝经常是扎足三里 扎内观有时候也能好了 有时候按压眼球也好了 喝点热汤有时候也好了 有时候扎了没好 如果嘻嘻哈哈开着玩笑 扎肯定不管用 医患都精神高度集中 专注的时候 一是能稳定精神 二是气血能正常运行 否则它发散 扎着根本没什么反应 必须要精神集中 医生也好 病人也好 诺应精神专注 气血才能按照要求的调整来运行 针刺以前 对学位 手法明确 保证达到预期之效 病就好了 杂病学完了 要多复习 本篇有时候对一个病就提了一句话 越是简单的越是比较可靠的东西 复习熟了 临床见了才觉得不生 也不一定非得去变经络 寒热 叙实 用理论想着这个病应该从这里治 内经上有提示 直接用就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